在這一節回來,我們請來這位嘉賓 香港餐飲聯義協會會長王家禾 一起跟我們談談食股方面 如何配合政府的新防疫措施 Hello,王家禾,你好 早安,Grace,早安 早安,早安 很快政府會落實一個新措施對於食股 今次你怎麼形容 要大家如果白人同台 就先做快測 見面留一線 現在就真的很重要 快測是陰性的 才可以進食股那裡 一起做八人以上的聚會 這個措施你怎麼評價呢,葉介 其實昨天開始已經執行了快測的做法 上星期很多傳媒也有問到這個問題 也是擔心政府會收緊社交距離和限聚的措施 當時我亦都表示一個顧慮和憂慮 政府會不會在宴會的人數上限和每台坐的人數 八人會再減 幸好政府今次出這個措施其實是比較寬鬆一些的 對食股來說 對食股來說也都可以平衡到一些生意上不會太大的影響之餘 對防疫的工作也都相信有一些作用 現在我們看看昨天的情況 是首日運作 首日運作 大致上其實都是暢順的 因為現在需要八個人或以上的人士 如果聚在一起去吃飯或飲宴活動的話 八人以上才是構成一個飲宴活動 所以其實昨天譬如說 日間飲早茶或者中午的時段的話 大部分的市民其實都是介乎在四人或者六人 甚至是八人以下一台的 這個比例是比較多的 當然晚上的話是有晚飯的活動 如果是八人以上的話 晚飯的活動是有 但是就不是說佔最大的比例 除了是一些 昨晚也都有一些飲宴的 已經訂了位的活動 這些情況下也都看到有一些市民 他們真的不記得或者不知道有新的措施 進入食肆場所之前 酒樓食肆也都有提供一些即場的快測棒 給他們做檢測 有沒有收回的錢 這個其實就是個別 當茶錢 當茶錢 現在快測棒的成本都不算貴 10元以內 10元以內 已經是可以做到 當然我們也看到未來究竟 因為這個寬限期有一個星期 如果這個星期內 我相信食肆也好 市民也好 都已經清楚了解這個新的措施 到一個星期後 我相信就算中秋來 對我們的生意的影響都不會 因為要做14小時的快測而有影響 所以現在目前 你剛才也說了 有些人可能去到門口 才說自己沒有做到快測 其實在人手上安排 食肆一方面可能要檢查安心出行 要看疫苗通行證 亦都要檢查快測情況 如果沒有又要安排 要怎樣做 其實這些人手上安排又怎樣 還要看紅黃馬 沒錯 現在多了幾個 但是 雖然Grace 剛才你所提到的 有幾個程序 最初的時候 如果安心出行 一早期推出的時候 食肆都有同樣的擔心 會不會要多些人手來做檢測 檢視之類 但是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市民其實都已經適應了 對食肆來說 比如說 剛才你提及到做過幾個程序 大家都好像習以為常 你一進入食肆之前 其實絕大部分的市民都主動去做 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證 以及 展示那個紅黃馬出來 現在只是做多一個程序 就是 前線的員工 檢視那個客人 有沒有做那個快測的相片 但是當然 這個相片 亦都有一些情況發生 就好像昨天一樣 有些人客 在那個快測棒那裏 就沒有寫上他的資料 譬如說他的姓名 日期 以及時間 這三個資料 其實是要寫在快測棒那裏 所以證明他是24小時的測檢 在這方面 亦都有一些市民 完全沒有拿過相片 直接是拿一支 拿紙馬 這個就不建議的 這個當然不建議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因為 昨天是第一天 很多市民可能還未適應 以及不知道 這個實際操作的情況 我看到有些酒樓 亦都提供一些職場的快測棒給市民 亦都畫一個地方出來 專門給那些賓客 來做快測 在這方面 其實大家都接受了這個做法 當然 運作上 大家都接受了做法 亦都以一個誠實的態度去處理 但問題就是 如果他在快測棒上面寫下 他的名字 其實食肆都不知道 那個快測棒 是不是真的那個本人 不會說對他的資料 其實實際來說 如果真的出了事 有些甚麼在檢控上食肆 是不是都要負責 在這方面 我和食環處處長楊碧君 都有溝通過的 他亦都向我解說 這個責任 如果一些資料上 譬如說有遺留之類 或者甚至是 有一些違規的情況 一些虛假的資料的話 其實責任就在食客方面 就不是說在食肆方面 食肆就純粹檢視了 如果顧客進入場所之前 要提交快測相片的證明就可以了 至於內容的資料 就不需要食肆去核實 在這方面我們都覺得是可行的 因為責任就回顧客身上 大家不用擔心 在這樣執行上 會是甚麼情況呢 到時食環處是否會食口飲宴 進來 擺酒 麻煩所有人拿張照片看 過去的情況 他們將會怎樣核實 以往食環處的同事都有做一些禮涵和突擊檢查 就算是昨天或這幾天都有巡查一些食肆、酒吧 亦發覺到一些違規的情況 亦有不少的食客受到檢控 未來我相信食環處仍然會進行一些禮行和突擊檢查 在這方面亦可以確保食客和食肆不會違規 中秋未必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下半年第四季一般都是婚宴的旺季 實際上過去疫情超過兩年多 要擺酒的朋友都有不同的苦況 現在實際情況會否影響他們擺酒的意欲 甚至影響酒樓、酒店方面的生意 下半年其實如你所說 基本上就是一個婚宴的旺季日子 即是幾個月 由現在開始到明年 即是農曆年前 其實都是一些宴會的旺季 而看回婚宴的定座情況 反而近期的定位比較踴躍 情況亦都我了解了 就是因為有很多新人 之前其實這兩年多來 他們想結婚買婚宴 而因為疫情之下 已經是延期了兩次甚至三次都有 而擔心 接下來因為快來冬天 會不會有第六波的疫情擴散 這個大家都是擔心的 所以寧願早點快點去拉上天窗 所以近期 婚宴繼續結了 是的 婚宴訂座的情況 反而是有飄升 好像賣一租樓一樣 做賣兩租 做賣兩租 也不會因為要推行這24小時的快測 而影響他們擺走的意欲 現在疫情相當反覆 政府都開口說 如果疫情再嚴峻 有機會再收緊社交距離的措施 你自己看業界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出去吃飯就覺得 逐步逐步都復償了 很多地方可能都要分兩段時段 在繁忙時間 甚至可能都要等位 你自己看情況是怎樣 日間的生意 確實是可以說回復疫情之前的九成 甚至有些已經超越了 但是到晚市來講 我們整體晚市的狀況 還未是可以回復 現在都是大概疫情前的八成左右 未來因為真的擔心疫情的擴散 好像昨天都九千多單 我不知道今天多少 可能很快就過萬 如果過萬的時候 也有另外的擔心 政府會不會收緊社交距離的措施 在這方面當然我們希望政府 就不會因為確診的個案這麼多 而進一步收緊 因為在這方面 對我們復償的經濟來說 其實真的會有很大的影響 實際上如果我們的生意 無論是餐飲業、零售、其他行業都大受影響 政府可能也要再考慮要支援各方面的業界 在這方面的情況就好像走回頭路 當然在整體未來 就算是年底前會不會逐步通關 這也是一個關鍵的情況 如果看看最近 職務司司長陳國基也有透露 如果疫情和內地的安排 是有一些突破性的做法的話 譬如說在香港先行做隔離 然後進入內地的話 就不用做7日、7加3之類 這個如果縮短了時間 可能對一些經商或者旅遊的人士 就較為方便 也希望如果逐步通關之後 也有內地的遊客和商務客 回到香港 這個對各行各業 其實都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我們都很希望 政府可以進一步 快點去落實這個措施 但是在疫情 我們叫做向外寬鬆了 走了黃馬之後 沒有外傳大幅度 但是至少海外來香港的人 的數目 又未見到很明顯的極速飆升 當然有增加 這些措施 相比其他大城市 我們都比較嚴謹 飲食業界 對於沒有了這班遊客的消費 準備是否已經適應了 還是還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其實不是說適應的 現在只是撐住 不會令到食肆 例如好像第五波疫情嚴峻期間 有三千多間的食肆 暫時停業這個狀況再出現 現在逐步服償的話 政府也都需要想一些措施出來 去幫助 除了不同的業界之外 剛才你提及到的一些海外 或者內地的遊客來香港的話 那個安排上 會不會好像其他的歐美國家 或者東南亞國家都比較開放式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相信 財政司司長的陳茂波 都是顧慮和擔心 主要就是疫情的擴散之餘 亦都要平衡香港經濟的發展 現在如果照看目前的狀況的話 那個經濟有可能到今年年底前 仍然是負增長的話 對香港整體的未來發展 都受到嚴重的挑戰 副房都很大挑戰 赤脂的 很難保得住收支平衡 沒錯 但譬如說 第五波疫情 飲食業界有沒有吸收經驗 當時說很多停業 其中一個因素都是 員工確診 比例多 他簡直是運作不了 開不了 沒有人 對 大家都說病了 現在經歷過第五波的時候 那時是BA2的病毒 現在變成BA5為主流 可能再次確診 對於未來一萬 可能會再上升 如果再來一個這麼大浪的確診情況 飲食業界有沒有準備了 或者吸收了經驗 還能否應付到員工確診時的運作 首先 現在我們員工就業的人數 仍然是非常緊缺的 疫情前 我們26萬的從業員 到現在只剩下20萬 已經不見了6萬人 我們請人的話 也不是因為員工的確診 而請不到人 而是因為沒有人 這個反而是最頭赤的問題 現在政府的新的防疫措施 亦都需要食肆 員工每三天就做一次快測 在這方面 希望可以保障到 一些員工的身體健康 下半年當然 除了我們來到月中秋市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節日 其實中秋節方面 剛才你說不是太大影響過訂桌的情況 你了解現在訂桌的情況是怎樣 現在訂桌的情況 距離中秋 因為仍然有差不多兩個星期 9月10日 9月10日 在經濟陰霾影響之下 其實我們所看到 大家都很小心 不是說要 譬如說一家人出外吃飯 在這個人數方面 其實是減少了 有部分的家庭 其實是趨向在家裡自己煮飯 自己在家裡吃飯 這個對我們來講 影響都很大的 過往 譬如說 一般中秋來講 我們都可以做到 當日來講 做到4.2億的生意 但是我估計今年 可能只剩下最多八成左右 這個如果有八成 已經是相當不錯的數字 但是 不論如何 我們防疫方面 也都要做足之餘 在業界 餐飲業方面 也都要尋求一些新的方向 除了看看在哪方面 可以減低成本之餘 也都要開拓一些新的渠道 去做一些另類的銷售 那些月餅好沒有賣啊 今年 即是我們消費券 沒有人拿消費券買月餅 今年的月餅情況 都是比較一般 有部分的 以往做月餅的酒樓 都沒有推出月餅 可能因為現在的疫情之下 其實在消費的力度 其實是比較弱的 送禮也少了 送禮也少了 總之大家要小心謹慎 希望疫情不要進一步反彈 今天多謝王家驊 謝謝 OK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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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